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您在个人生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 那阿姨所处的处境以及身边的人也有了一些改变 那包括整个在中国也好 还是在世界的形式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所以从第一期节目的话 我很想听您大概聊一聊 这几年您怎么去评价您自己的改变 阿姨的改变以及阿姨身边情况的改变 以及目前整体诸夏和诸亚的形式 就是能不能给观众和听众朋友们大概的总体的介绍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入具体的问题好不好 我个人的改变 您刚才提到阿姨的改变 但我觉得阿姨可能没太改变 没改变 我最近才读到她 她写了一份文章叫 就是标题是好登堡 第一个 不好意思 好登堡 好登堡 她是一个维族人 就是发生在清末的一个维族人 她还起了一个汉名叫好登堡 登堡 就是登堡其名的登堡 好登堡 这个文章标题就叫好登堡 副标题是 第一轮双语教育在六层地区 这份文章可能是阿姨07年还是08年 就发在这个豆瓣上 读到这篇 可我读到这篇文章已经很晚了 已经是18年左右 这篇文章写出来10年之后我才看到 我看到之后就震了 震惊了 这篇文章的深刻程度一点都不下于 阿姨每天说的就是 文笔的流畅和这个理论的深刻 还有这个看历史这个视角 读到 这让我们佩服的地方 问题是 10年之前的阿姨就已经是这个档次了 所以我觉得 她可能已经不需要再进步了 那您觉得围绕着阿姨身边的人呢 有没有什么改变 围绕着阿姨身边的人 因为我是有改变的 因为 因为接触她以前 我基本上还是觉得跑路 跑路以后当一个亚裔美国人就可以了 但是心里面也觉得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办法 但是她之后呢 我就非常坚定 我说我觉得这个不发明民族肯定是没有前途 事情已经非常明确 OK 明白 所以从您的改变来讲的话 从您简单的想做一个亚裔美国人 然后到变成发明民族 做一个近蓝人 所以这是这几年的您的改变 对吗 对 这关键就是 我们怎么让世界上其他的民族来评价我们 或者认识我们 就是你光跑路的话 那你永远是一个产命子 你永远是个华人 嗯 所以如果你发明了民族你就不一样 没错 没错 那 你说你说 对 那在您的这个 在您的这个视线啊 在您的这个视力可及范围之内的话 您认为像您一样 算是思想要改变 或者我们说觉醒的人的话 您觉得这几年的话 是在不断的变多吗 我觉得啊 不一定在变多 嗯 怎么说呢 就是有这种 这个啊 它不是完全的是一个智力的过程 嗯 它跟这个 家庭环境 就很分不清 分不开 嗯 那么家庭环境它又受什么 那受穿了 就是阶级地位 就是祖父学 祖上是不是基德 对 这种传统 但是以前就有一个笑话 就是说这个法国那个报纸 就拿破仑 从囚禁他岛登陆 然后 然后这个什么 这个法国的一个权威报纸 就这么报道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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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的 诗人族在哪里登陆 然后是拿破仑 拿破仑将军距离巴黎多少公里处 伟大的皇帝 明天将在他忠实的巴黎城市中 迎来他的这个 啊对 将 明天将在这个他忠实城市受到欢迎 中国人也是 中国人肯定比法国人更坏啊 叫风行草宴 那孔子时候他就说了风行草宴 那不就是这个伟大的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 我是无限热爱你 你是什么 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所以您您认为就是说投机分子这几年增多了对吗 投机分子必然会增多 OK 他他必然是永远是把呃 所谓的主流就是中国人肯定比法要跟主流看齐 那当一个什么东西成为新的主流的时候 他们马上跑过去投机 OK 那您既然认为就是这个投机分子增多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意味着至少从朱西亚和朱亚的 整个从呃这个阿姨那边理论的创建 然后到现在呃在宣传上面 然后包括到具体行动上面来讲的话 还是应该有一些进展呢 所以才会有一些投机分子 愿意去投机这个事情 哈哈哈 肯定是这样 我我不是说我们现在是投机分子 我是说将来来投靠的人 他们肯定会有很多投机 哈哈哈 如果如果我觉得如果只是投机分子还好吧 然后我觉得这个阿姨曾经说过啊 觉得就是呃在很多情况下能干活的 什么过来投奔的话 很多都是匪谍啊 哈哈哈 这个事我觉得咱们要不要 所以所以所以我觉得 对我觉得您大概总结的很好啊 就说从您自己这几年改变 从做一个亚裔美国人到发明民族 为近南民族发声啊 那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您在推特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言论啊 呃这个呃尤其是对对于中国人这种这个赤裸的 这个残暴的这样的攻击啊 这其实在推特上是引领着一一一一股风潮吧 但是我我认为就是让那个您和这个呃 所谓的这个这个辱华派还是有本质的这个区别的 就是从我看到的话 就是单纯的辱华派呃 基本上说的那些来讲的话 是以就流于表面吧 流于表面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学的出来这种话 但是我也具体不太明白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了 可能就是吸粉 因为我印象中这个陈医师在一集里面问过阿姨 说这个辱华派到底是有没有组织 然后阿姨曾经说 我说有组织你得有目的吧 辱华派完全没有目的 他辱华的目的是什么 对 ok 但我觉得从您这边的话就完全会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您首先是有目的的 您是做民族发明 做近南民族 追求近南民族 并且您有您的这个政治理念 这样邦连党的这样的政治理念 所以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说您已经有了您的政治理念 你有您想去奋斗的这样的目标 而且您也治理于发明族 为什么您还会去 去这个花时间 然后去花精力 就是去 我们就要跟辱华呢 就是至少看起来来讲 你也跟他们一样在辱华呢 那个怎么说呢 也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厌恶 本能的厌恶 本能的厌恶 但是我承认这个事其实很无聊 这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个妇产物对吧 就是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就生出在中国那种厌恶 那么有了这个厌恶就表达一下 但其实这个东西意义确实不大 那么 关键在于什么呢 这个东西无非是戳破中国人的这个 这套叙事 中国史观 中国主义的这套叙事 对 这套叙事戳破 对对对 你刚刚戳破这个没 这不是 你刚刚戳破这个没什么帮助 咱们发明民族还得构建 对 构建是关键 你说你当个亚裔美国人 但是关键是 美国是一个已经发明好的共同体 那么每一个 后来加入这共同体的族裔 在他加入之初 都是付出过很多的代价 就无论是非裔美国人 黑人 无论是德裔美国人 爱尔兰裔美国人 意大利裔美国人 各种各样的犹太人 那就是 这今天咱们就要说了 犹太人 我也就是自不量力说一下犹太人 但是我知道 这犹太人问题肯定比金丁乐闹这个 杰图里面说的这个东西要复杂多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讨论 因为其实我们 就是为什么 所谓的叫这个 就是不土不快 或者建在弦上不得不发 实际上中间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样一个推特 这个推特 这个推特的这个发推特的人叫 这个津津乐道 这个 所以说起这个津津乐道的话 他之前有一些历史 其实我还算比较了解 并且在去年西雅图的阿姨的演讲上 金丁乐道也在现场 那再多的内容我就不说了 然后我们一会儿的话呢 就我们这个沈先生的话呢 根据金丁乐道的一篇推文 我们可以再阐述一下 所以您觉得就是 辱华对于你来说是一种本能的厌恶 是种本性 就您就感觉我就不得不说两句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个肮脏的东西 当然你就觉得厌恶 一看到厌恶就骂他两句 但是呢 这不是我们的全部的东西 这怎么说呢 人其实他必须得在一共同体当中生活 这跟隐胜他们那帮人说的那个谎话 是完全不一样的 隐胜那种谎话的纯粹是一种非常幼稚的 ok 根本经不起推敲 ok 所以你有提到隐胜 隐胜 隐胜稍微打断你一下 因为隐胜其实在去年 也在下 也在下 你说 你说 所以关于隐胜的问题 我们也一会儿再说 也一会儿再说 咱们怎么 就是我们先泛泛的说一下 然后我们再具体进入到具体的事件 ok 所以沈先生您觉得就是 您看到了肮脏的东西属于不同 图不快 那我们就 就是稍微还是从大的面面上谈一谈 因为如果我们这个节目再继续做下去的话 我还是希望能够我们的涉猎面会比较宽一点 那比如说我们谈到的就是我们厌恶的东西 那 然后当然我们也提到了就是发明民族这边 那发明民族的好处 也许我们以后还可以谈的会更多一些 那您能不能再谈一谈就是 从您本人来讲的话 您认为什么东西对于难说是高雅的 是优美的 是 在您心中是属于 对于灵魂深处都是有提高层次的东西呢 你看前一阵恶促小鬼不是人了 还把我说到 他们还关注了我的youtube订阅 那我觉得我优惑订阅里面大部分东西就是符合这高雅的 这主要就是以欧洲这个从巴洛克时代到浪漫这一世代的音乐 还有日本的传统演歌 我认为都是非常好 如果人想作曲的话 那都是作曲者应该缺席的 所以您认为日本和欧洲是您这个 算是灵魂深处比较 就是很景仰很崇拜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和文化的来源是吧 但总体来说日本的音乐又比欧洲音乐整个低 第一几个档次 它的复杂性是不可能跟欧洲音乐相提并论的 人类音乐顶峰 顶峰必然是从巴洛克时代到浪漫主义时代 这些欧洲作曲家的学员音乐 明白 但日本音乐也同样符合这个优美的特点 明白明白 对 所以沈先生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这是第一期 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期 然后因为大多数可能认识您的人的话 可能都是从推特上来了解您 但之前的话您还做了一期诸夏之声 就关于谈这个进兰独立的 然后我们会认为那期节目其实做得非常好 那期节目最后可能有两万次的这样的一个观看 但我认为那个节目其实一定会在这个历史里面会 历史里面历史的长河里面会留下一个 过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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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东西太长 人们一般也不太愿意看 所以咱们这个网站就做得短 对 但是这样 因为作为第一期节目来说的话呢 其实我还是希望您能够 就是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定义 就是您作为一个沈先生也好 还是这个致力于这个进兰富国的先行者 或者这个主要这个先行者之一的话 就是您怎么评价您自己呢 就是这是第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做这个节目的话 您到底想传达给这个观众和这个听众朋友们 到底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怎么评价我自己 我觉得人确实应该意识到该做什么 然后那么意识到该做什么之后 就努力去做 能做到这两点就对了 就行了 对 我觉得我们我也不能怎么说自己 就刚才我觉得还是离不开 绕不开那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非得发明民族 当个美国人不行 关键是美国它已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 那么你任何加入这个共同体的人 加入这个共同体的族裔 都得实实在在为这个共同体做贡献 共同体它是靠流血 靠这个 靠流血 靠钱 靠血靠钱 好实实在在的为它奉献 那 说的有点不好 就是我们 要跟你把这道傻枪 没关系 没关系 所以您认为就是说 我还没说完 我不是从头来说 那好 就是 他这个人永远不是原子化的个人 对 就是 正常的人 他必须是在一个社会 他必须是一个社会性的 这一点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是说过的 那么中国的政治教材呢 他也作为一个洗脑内容 他也说 但你不能说这个话是对的 嗯 你不能出于一种逆反心理 就是说啊 都是中共洗脑 那我就全都反着来 那每个人 都跟社会隔绝 就过他自己的生活 完全随心所欲 这是不可能的 嗯 就不是一个成年 成熟的成年人 应该有的想法 人必然是要有自己的共同体 共同体是什么呢 就是 具有有机联系 人与成员之间 必然有强 强力的有机的联系 所谓有机的联系 那么就是 这种关系当中 关系自身 还有一种延伸 还有一种延伸能力 它可以延伸出新的关系 然后这个人与人之间 他可以通过这种有机的联系 可以共同的创造 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创造一些新的 包括生产劳动 包括你运作一公司 公司员工之间 他也是一个有机的联系 嗯 那么隐胜为什么说 我们发明民族下三了 这我就是完全不能理解 他非说这个东西 那个妨碍了什么普世价值 那我就不能理解了 什么叫普世价值 你说的普世价值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说每一个偷渡来美国 就是每一个地球上 不管什么样的人 美国都应该给他公民权 都应该给他普选 普选权 都应该给他选总统的权利 那你不用偷渡到美国 那你在中国养猪 在中国监狱里服刑的时候 就可以要求美国 给你这个监狱的犯人 一个普选权 对不对 这不更符合普世价值吗 嗯 难道吗 所以隐胜的普世价值 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要要求一切共同 政治共同体 都取消自己的边界 然后把全世界的人类 都能获到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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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屜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称为Asian American 你有没有感觉就说 那我也可以说 人家是我是韩国人 我是日本人 也还OK 我觉得至少我到这边来 以后的话就说 别人不是去说你是大陆人 他这东西 没有发明民族的冲动了 我觉得你老人家别打断我 我觉得你别打断我 我可以把这个问题回答 首先你说到的 美国人不大愿意触碰这个问题 其实人家不是 我觉得更多的不是出于礼貌 更多的是出于什么 出于西方人的傲慢 就是出于文明中心 对这个不太重要的一些文明群体的那种漠视 天然的漠视 好角度 就是比如说难道中国人会 大多数中国人会区分 会区分黑人吗 他会说你是刚果王吗 他会区分他才懒得区分呢 这很多中国人观点就是 都是黑人 都是黑人 就是黑人 其实我们细看的话 黑不同的族裔 非洲的族裔 它不同的整族 它同样是非常丰富的 不同民族之间的特点 同样是盼然有约 对不对 但是你华人 你中国人你会区分吗 不会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就是中国过去还有这个文化自信的时候 比方说清帝国的时候 清帝国会区分白人吗 这不会的 他越多说你是养鬼子 养老什么 蚂姨 西姨 这都是西姨 或者都双赤毛 后来才发现 原来英吉利和法兰西还真不一样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刚到洛杉矶的时候 我当时没车 我坐公交车 那有一对 应该夫妻还是 我也不知道夫妻还是情侣 反正他们之间交谈 听着像俄语 你从这个语音语调可以看到 你听多了就知道 他咱们是俄语 要么是乌克兰语 要么是白罗斯 反正差不多那种 然后车上有个白人老太太 美国人他经常自来手 他就说这是不是有俄国人 他问了两遍 过来人家 那个人 那男的 一点不太乐意于车 他说我们是乌克兰人 然后那老太太说 我说Same thing Same thing Same thing 白人他连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他都懒得区分 我都说你都一回事 你就别说白人和乌克兰人了 我当到UCLA的时候有个同事 他那个姓赫拉夫卡 他是个捷克姓 我就跟他说到捷克的问题 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捷克姓 那一般人们老说我是俄国人 我都很不高兴 昂萨世界的人恐怕连捷克人和 看到捷克姓他都以为是俄国姓 他恐怕连这个都不屑于去区分 他说到底是什么 说到底就是按照你的这个是否重要 就是你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 来决定是不是对你加以区别 当然了 如果我们纯粹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这是不是一种偏见 这是一种偏见 捷克人和俄国人怎么可能一样 虚拟大了去了 非洲人和黑人和黑人不同的部落之间还互相吃 文化语言都不一样 你凭什么说他是一样的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丧失比例感 对吧 他只关注他眼前他那些他认为重要的事情 他对地球上其他的事情他不关心 你可以认为这是丧失比例感 但问题就来了 按照歧视点 人家西方人 西方人明目张胆的就按照这种丧失比例感的状态去生活 他可以这样 他对他的生活微乎影响 微乎其微 对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世界的中心 可是我们亚洲人 东亚 他是按照阿姨的说法 他的歧视点的末端 你处在这种非常不利的局面下 你再按照这种丧失比例感的方式去生活 那帅的就是你自己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清晰 非常清晰 人的愚蠢 不同种族的人可以有相同程度的愚蠢 但是相同程度的愚蠢 对于不同的种族的危害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有那样的种族概念才可以 比如说到这个种族概念 说到这个种族概念 我就想来接着来说 这个种族歧视的东西 这样 这个沈先生 别打断我 对对对 我们必须得回到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第一期 这第一期什么呢 就是说我想回到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通过这一系列节目 就是您想传达给观众和听众 朋友们这样什么样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今天第一期 因为我们还会可以展开一些 我们会多聊一些 因为我后面还会去说 就算我想说 就算我想说 观众他有耐心听 那你得先给观众说 比如说如果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做时期 真的有观众就听了您 咱们就不说 比如说1000个人 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以后 您希望这1000个人 或者说您希望传达一个 什么样的信息 给1000个人 您还是总结一下 等我们 然后我们再去拓展 好吧 那么我想 我想来说的是 刚才我没说到 这个人离不开共同体 共同体 那么你加入 为什么你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很好 你想成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很好 你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你跟德裔美国人有什么区别 是吧 你跟胖萨裔的 你跟犹太裔的 你跟意大利裔的 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别的族裔 就是这些白人 欧裔这些族裔 融入美国似乎比你要容易的 你作为一个亚裔 是不是经常感觉到 有一种这种族裔的天花板存在 我想说的是 我们想 我觉得我们应该分析清楚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 发明民族 好像听着很突兀 其实发明民族啊 不光是你自己 对自己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当你自己对自己 有了一个清晰的定位的时候 你也就可以影响别人对你的定位 嗯 这现在很多中国人 他这个身份 他这种民族身份也好 种族身份也好 他在国际上这种身份 他是相当模糊 相当痛苦 相当违反他的天性 嗯 比方说一个母语说禁语的人 他可能有一半的蒙古血痕 对 他跑到国际上 应该怎么介绍他自己 他说我们是 人家说哪人 我中国人 他说人家就可能会多问你 中国什么地方呢 很多白人就问 中国什么地方 对对对对 我百分之百分之不是百分之百 只要百分之九十九的白人都会问 对 他会问中国什么地方 对 那我们这个朋友他怎么说呢 嗯 他就说我是这个内蒙古 可以这么说吗 他真的这么说 应该蒙古里亚吗 这么说吗 还有蒙古里亚 他有说 No I'm Han Chinese 真的这么说吗 这个没有人会明白吧 是 是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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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这一些还有要是你是一个延庆的你是一个延庆的说禁语的人 ok 我们知道延庆过去是张家口的一个一个市侠区 张家口过去是南查哈尔自治政府的首宗 嗯在黄军黄军治理之下 黄军做了很多好事 黄军恢复了至少帮东亚建立的非常好的秩序 南查哈尔有什么不好呢 然后这个人就跑过去 他说你哪里人 那他只好说 他只好把中国强加给他那套行政区化来当成他的这种后套的认同 他对人家说我是北京人 北京某个县的人 我我我也是这么说啊 我也是我也这么说啊 北京人啊 可是问题是北京人又是什么意思呢 首都人他只是用政治身份 所以这个人口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赤裸裸的处在中国这个国家机器 毫无顾忌的绝对暴力之下 首都人口是他根据他的政治需要随时在更换的 对 你说你是北京人 还老北京人 他能老到什么程度呢 那个国民党撤退以前那些北京人你在共产党夺权之后经过三反五反各种政治运动首先要杀掉一大批 在文革的时候 那不是红卫兵直接把那老太太用开水直接烫死了 然后什么逼着一家三口交代问题 那那那那南州人拿菜刀反抗一下就把全家打死打死活该 你你还老北京人那中国人还说老北京人 实际上老北京人恰恰是你们的政权必须首先消灭的人 消灭了你们这些老北京人还有别的名目比方说什么集体下山上山下乡那不就人口置换吗 你老北京人的子力你就得捧出北京啊 正因为你是北京人所以你才不能是北京人正因为我不是北京人我才必须是北京人啊这不就是中国的逻辑吗 哇塞您这个说的太犀利了但但我必我必须我必须要这个澄清一下哈 我我们家真的就是老北京人但但你说的情况是我们还都都有您是老北京人您就更应该体会到中国这个国家机器对于社会共同体处心积虑的一波持续一波的各种拆散和各类切除各种砍断对不对 所以沈先生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一系列节目来讲的话其实您还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找到自己真正的共同体 我希望把一些问题彻底弄认证明白以我一个理科生的一个该有的素养 你是理科生 那真是太误会了我老实说我这个阿姨的这个粉丝里面我没觉得任何一个人是理科生 因为坦率来说哈因为我觉得就是只有这个有时间的这个文科生才会就是 就阿姨的第一波粉丝就像他就是他可能自己知道我这个就是文科生嘛工业党啊 然后呢就是可能在整个这个社会里面来讲的话他不一定能够找到一些非常好的这种工作啊 大部分人来讲的话是社会上那些编辑人物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出了每天听欧洲五点音乐之段然后就看佛罗斯基 好好好 然后天天骂中国天天骂我的老师这个政府老师 他们跟我说非常好 尤其他们说哲学是一种学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太愚蠢非常的愚蠢 你这完全就不懂哲学 好 哲学的自然含义是爱智慧 对于你们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行政上划分的一个破东西 填个表格一样的东西 你们就拿这个来说哲学 你们就是把人完全不当人 完全把人推化成一种工具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你们完全就不懂人的这个思辨 还有这种当他 他通过他的思辨去探索世界的这种热情 对于你们来说完全是个屁 对不对 对对 您老这个属于觉醒 您老觉醒还是比较早的 就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隐胜 他号称是自己是哲学家 说你们不懂哲学 然后当然我听了很想笑 OK 所以我们这样 一样的人我都不限于 OK 这样的话我们我们回到就是 就刚才提到的一个不图不快的一个推文 我们从那个开始就是来做这个 您刚才这个问题倒是启发了我 咱们这个系列该怎么命令 你看看这个YouTube上 这个中国人办的这个科普类的频道还挺多的 有什么妈咪叔啊 什么李永乐啊 还有老吴 还有什么那个那个什么 叫什么老高小莫 咱们这样 咱们索性就来一个科普节目 对 科普中国人的节目 就是什么说呢 以科学的视角和方法 来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 研究问题上研究人呐 您现在基本上都是最初还是追究到人的问题上了 研究中国人自身的问题 然后这个揭示那些鸡贼中国人 比如李永乐 妈咪叔这些人刻意回避的 其实是最深刻的问题 可以啊 李永乐的事情我们可以单独来讨论一下 就是您认为这位人大的这个物理老师 他到底是 因为他现在蛮火的 我们可以谈谈谈谈谈谈他 他是个中国主义者 不过如果有方便能遇到他 还是能够从他那得到一些方式 这个现在来看的话 基本上很少有人不是中国主义者 因为大多数人来讲 坦实来说是没有 首先没有接触 这就是为什么 你接触了的话 你想去认可这件事情的话 也需要 我还是喜欢 之前我忘了谁跟我说的 叫自己捅自己一刀的过程 你那个过程来讲的话 你越年轻捅自己的话 你受伤越小 你到了这个年龄以后 你再捅自己一刀来讲的话 那受伤越多 那所以来讲的话 你一般人下不去手 你下去手以后的话 可能自己人格也分裂了 所以李采说的 认识真理 它是什么 只有一个信条 对你有效要勇敢 或者是这句话引申一下 其实认识真相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它不是智力问题 对 勇气问题 对 我高中时候就看这个东西 教证这那帮傻逼的胡说八道 那帮猪狗 他能赢得我的认识 我当时对我骂的都很 我跟他使道不俗如的 好 所以这样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终于可以回到 就是说一条推特 这条推特的话是一个 就是叫兢兢乐道 这样的一个女 算大V 我忘掉了 然后他发了一条 那这天我回头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 能看到这条推文 这条推文是这么写的 这个推文是就是 这个众议员 这样一个人在国会质疑 谷歌高管在泄露中 就是说邮件中 把在社交媒体上最火的 这个保守派三巨头 那什么是保守派呢 就是在美国的保守派 就是共和党 右派 查党 就知道 所以这个比较坚守这个保守价值的 比如说像这个我们美国副总统 这个彭斯这样的这样的人 然后呢 就贴上了这个纳粹的标签 因为这三个著名的保守 是人是有两个都是犹太人 然后呢 这个丹呢 就提出质问出席听众会的国高 我们说 犹太人如何成为纳粹的 你们到底受的是何种教育才会得出 他得出这种结论 所以那个沈先生您想针对这条推文 就是发表什么意见呢 首先我们把这个事要分开来看 这三个人 他两个都是犹太人 他们对自己辩护的时候 他们对自己辩护的这个辩护词 就是说我们犹太人怎么可能是纳粹呢 你们说我们纳粹不是连常识都没有呢 对 我想说的是 他们这些犹太人 这些当事人这样为自己辩护是一种辩护策略 但是撇开他这个辩护策略不说 他这个话 他是没有 他其实是不讲道理的 他其实说的是不对的 犹太人 他说 他反问犹太人怎么可能成为纳粹 其实犹太人有可能成为纳粹 我们今天就分析一下 为什么犹太人有可能成为纳粹 然后转这个荆兴乐道 他不是当事人 他转这个 他转这个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 他肯定认为 这个道理是不原自明的 这些犹太人怎么可能成为纳粹 嗯 你有经济乐道 你转这个就说明你 恐怕是对历史非常无知 而且可能连点常识都没有 嗯 就你这种人还有很多粉丝 可见中国人有多么低劣 我们这期节目就来充分认证一下 相信中国朋友看完了以后 都会知道自己 先前简直跟猪一样 OK 这个沈先生这样 我先打断你一下 因为其实之前的话 您当天说到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还这么多粉丝 我之前在很久之前听到一句话 叫做粉丝过五万必是王八蛋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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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也不能一贯游论 看群看什么族裔 像中国人这种族裔的话 一般来说 对对对对 那很有意思 您继续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所以我们现在就无论废话了 开始分析这个问题 免得我的潜在的粉丝 一个就是跳 一个就是快进 都是把我那些珍贵的言论都略过 谢谢 我们现在就这样来说这个问题 我们说犹太人有可能成为纳粹 或者我们不说纳粹 我们就问 犹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反犹主义者 犹太人有可能成为激烈的反犹主义者 完全有可能 我们不光说 我们不光将我们即将论证理论上是有可能 而且我们还要给出很多事实 那么首先就说什么是犹太人 那按照一般的说法 那肯定是血统上有犹太血统 那就是犹太人 那么那几分之一血统算 其实在纳粹那个时代 那就是可能连八分之一血统它都要算 它就是他们采取的标准就是 宁可这个容忍较高的这种聚真错误 也一定要保证较低的这个血统错误 说白了就是宁可汪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就把这批标准定的非常低 八分之一血统的都算犹太人 这个不是还有张照圈吗 那个他国家 度用国家力量去测这个 德国公民的这个犹太血统的含量 那那游标卡是测的一个 卡住测一个 好 那么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问题 就是凡是你有犹太血统的话 你就算犹太人 那么 为什么犹太人有可能成为反流主义者 答案是 欧洲的犹太人 在以色列国最终成为以色列国之前 犹太人这个族裔 它并不成其为一个政治共同体 欧洲犹太人被 被灭国以后 被罗马帝国统治 在很长的时间的上千年的时间内 散落到欧洲各地 然后他散落各地的这个犹太人 他还跟当地人通婚 造成了很多混血的人 所以我们一说到这个犹太人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族 种族的概念 它也是一个文化的概念 但这个概念是怎么 这个概念它其实相当的粗糙 它把一切含有犹太血统的人 都包括进去 可是当人们谈论某一个种族 谈论某一个群体的时候 人们说的话 或多或少它是有一种暗示的 它有种暗示在里 它把这个种族当成一个整体 这个用我们的数据来说 它其实是一种伪造共同体的技术 它明显它就不是一个共同体 它来一个伪造一个共同体 这个远古邪恶大象写得很好的 在共产主义的宣传话 三八妇女节那个女英雄 他把一个女运动员 一个女农民 一个女科学家并在了一块 大象说这个照片看着我毛骨悚悚然 我就问这三个女人 他们彼此之间认识吗 他们彼此之间有真正的有机联系吗 可是按照左派这种伪造共同体的技术 它把属性归类 对它用属性归类来强行给你捏造这东西 这就又说到我们之前说的 黑非洲黑人不同种族之间 它有非常丰富 它有很多的丰富的多样性 犹太人障碍倒是 俄罗州犹太人 按照大的来分 它对塞法迪犹太人和阿什肯拿奇犹太人 那么这些犹太人 他在欧洲各国居住 本来犹太教 犹太教它又有众多的教派 这些犹太人分属于不同的教派 教派之间有的时候它可能是彼此不相容的 不好意思 因为您说的犹太教还分不同的教派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的 犹太教分光主流教派就有三个 而且现在有一个非常保守的犹太教派 还一直反对以色列国 以色列国的存在都是违反犹太教教义 你就说对 所以说丧失比例感是很可怕的东西 原本人家跟他们之间都 彼此之间都不一定能够水火相容的 可是在那些反犹的人看来 你犹太人竟然是一伙的 还有 犹太人他跟欧洲的历史是同步的 他一直参与了欧洲的历史 从古代到近代 那有些犹太人他就定居 那犹太人就定居到各个城邦 在欧洲这个民族意识决心以前 城邦居民更多的是对城邦自身的认同 或者对军国的认同 对不对 他这个这是一种很直接的 人与人建立共同体 最最基础的共同体 就是家庭家族宗族还有社区 还有这个社区组成的这个城邦 人与人直接发生联系 一般来说他受限于这个范围 近代民族他是印刷资本主义以后才有 他是想象的这种东西 民族成员之间可以不一定要认识 这种就是比较抽象的构建 民族共同体他就变成抽象的构建 他跟这个自发的直接行动问题 他就有区别 我们接着来说 这个犹太人 这包括一些左派的思想家都在说 犹太人问题是反犹主义者造成的 如果没有这个反犹主义 这欧洲的犹太人怎么可能他成为一个整体 他散落在各个城邦 散落在各个邦国 他有各自不同的认同 有些犹太人 他对犹太人的这个缺统 的犹太人都很大了 他就想一心一意 他就想做欧洲人 尤其是这个德国犹太人 德国犹太人他相对来说 他在所有的犹太人群体当中 他比东国的犹太人 社会的地位又高 德国犹太人他有很多 通过努力成为这个知识分子 成为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像弗里斯哈勃这种 拿了莫贝尔奖的这种 德国犹太人就比他地方犹太人又高 然后怎么说呢 就是犹太人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要把这个种族当天的整体来看的话 是相当荒唐的 他是一个 他虽然都有这样的一个血统 他显然处于不同的阶级地位 在不同的这个地区扮演 这个国家的经济 这不同地区的经济生活 社会政治生活当中 肯定扮演不同的角色 有穷人 有好人有坏人 就中国人尽量说的话 有好人有坏人有穷人有富士 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么犹太富国主义的思想有没有 有 这个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它一直就有 只不过在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 它不占主流 就连那些犹太人自己都没有 就大多数犹太人自己都没有想过 还建立一个以色列国 很多犹太人想到 老老实实做这个 在这个德意识民族 这个民族意识产生之前 老老实实在这个邦国里面 黑森 什么卡萨 什么日内瓦 在这个地方 老老实实做一个公民就行了 这个有大量的资料 包括你看 我小时候看爱因斯坦传都可以看 爱因斯坦伽还卷入过一次激烈的争论 犹太人是该规划德国 还是自己保持自己的种族核心 做犹太人 当时的欧洲犹太人还为此发明了一种人造语言 异地虚语 这是印欧语系热尔曼语族当中唯一一种的人造语 热尔曼语族其他语言都是自然产生的 就是由原始的部落继承下来的 在发展现在的自发这种语言 唯独异地虚语是知识分子生造出来的 它是世界语之前的世界语 它这个也被称为犹太德语 就是以德语为基础 人为制造的这么一种 欧洲犹太人的忽用 这种语言其实相当有生命力 一直到以色列人 以色列建国之后 还有一些流亡的难民 享受地区 他跟其他以色列同胞 说的西伯兰语完全不一样 都不能互通 就是这种历史的遗迹 一直持续到以色列建国之后 你可以想象这个 在这个犹太血痕这个 好像是人们一说起来 犹太人 给你这种造成一种 造成这么一种整体的这种假象之下 其实它们内在有多么大的一种 多么大的丰富性 多么复杂的一个状况 OK 那么对 那么犹太人当中有没有反流 我确定 马克思就是典型的反流 他有犹太血痕 那这个问题就说的 就说到一个共同体的认同问题 你说我有这个血痕 那我可不可以反对这个群体 完全可以 这是一个你个人的选择 这是一个思想关键的问题 所以您的意思说是 马克思 对马克思是犹太人 这个我们都知道 所以您说 您当时说马克思是一个反流主义者 对吗 马克思啊 他对于这个很多 他对于他经常有一些反流言论 他对于这个 怎么说呢 他对于很多犹太人非常厌恶 他说这种犹太式的诡辩呢 就是非常苦 有很多人当时的犹太人有这种可能性 哦 不好意思啊 那个谁让我打断你一下啊 就是说您能给这个这个观众朋友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反流主义 它的来源到底是就是怎么来的吗 它的源头是哪里 反流主义这个 源头是怎么来的 那个还是因为犹太人被灭国之后 他开始融入欧洲 融入欧洲呢 可是他就相当于一种一帮人 外乡人 得去融入人间已有的共同体 嗯 那么你作为外邦的人 你去进入这共同体的话 你一开始肯定是不被这共同体接纳的 那么就是 这就存在一个 跟这个共同体的一种 一种博弈或者活斗的一个过程 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 犹太人他只能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 从事一些特殊的这种行业 就是在这个经济生活中 扮演一些非常特定的角色 嗯 由于种种的原因 然后 由于这个社会发展的种种原因 这个群体的种族特征啊 和某种行为特征 它被绑定在了一块 形成一种高度的相关性 OK 这个在懒惰的观察者看来 它就是有因果联系 OK 其实我们一般说的种族歧视是怎么来了 就这么来了 就是某种社会性的行为 跟某种种种特征绑定在了一块 嗯 其实呢 背后有没有因果联系 其实是没有因果联系的 种族并不直接影响它这个 种族特征基因这些东西 它不直接影响它这个社会行为 嗯 只是由于一些社会演变一些历史的原因 我们这个群体的人 在这个经济生活当中 嗯 就是被托只能选择这么一些东西 表现出了这么一些行为 回头我们这个 我接下来我要详细说 该怎么应对这个种族歧视 我们该怎么看待科学的看待种族歧视 以及我们作为个人该怎么应对种族歧视 OK 分析种族歧视的实质 对 所以您能继续在这儿说 您说这个马克思是一个反有主义者 然后呢 我就是想说 犹太人血统当中 不想做犹太人多了血 多了血 对 中国人他不想做中国人的这个 这是一种 还有这个 这是德国 德国马克思 那么俄国呢 俄国上的俄国也差不多 革命前后的俄国 他对俄太人都迫害 革命前的俄国 他是名目当胆的 他就是 就是拿种族做的标签 作为迫害 那么革命之后的俄国 革命过程中 革命之后的俄国 革命过程当中 他放任俄国人 对犹太人的这个固有仇恨 对 斯拉夫人 全体斯拉夫人 对犹太人都仇恨 这不论是波兰人 乌克兰人 还是俄国人 这我们看电影看小说 这种情况多了去吧 对 那么布尔什维克他的领袖 很多都是犹太人 这些人他为了革命的需要 他照样放任俄国人 对犹太人的 这种种族性的这种迫害 嗯 那么在苏联建立以后 他成为一个正常国家 他伪装成一个正常国家 那么苏联领导层当中 有没有照样有这个犹太人 那么苏联迫害不迫害犹太人 同样迫害 但是他不再是种族 他不是明正以种族作为名义 他以什么为名义 他以这个阶级 或者以意识形态作为这个名义 比方说我们要 这个对付这个 就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 犹太复国主义 他就 这就是一项罪名 就可以直接消灭 你看这个布罗斯基的书 布罗斯基的回忆录 俄国人消灭犹太人 还有一项罪名 就是二战时候 苏联军打回来 照样要消灭犹太人 罪名是什么 纳粹的方兄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了 可是被杀害的俄国犹太人 他有权利说出这个话吗 你们是受的什么教育 才会认为纳粹成 犹太人成为纳粹的方兄 可是按照苏联的国家 在苏联的领导层当中 在苏联党和国家机关当中 有没有犹太人 那照样有啊 卡朗诺维奇 李维莫夫 这些人他不也是干帮苏联的爪牙吗 对 该迫害犹太人 他照样毫不手软 对不对 他见证捏的参与了 对犹太人的迫害 所以这个里面呢 我倒觉得他这个 可以用在这个里面 就是那些被杀害的 无辜犹太平民 当然了 有可能啊 他有可能跟德国侵略国 有一些特殊的合作 极端情况我们不排除 但是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证 对苏联当局说 你受的是什么教育 才会认为 犹太人会成为纳粹的方兄 但是同样我们可以说 可以对那些 犹太血统的布尔什维克说 你们又是受的什么教育 竟然对一个 竟然迫害起犹太人来 都毫不手法 达约列宁主义的教育 列宁主义教育 OK OK 明白 您这么解释的话 感觉就清楚多了 所以当然 从 就这条推特来讲的话 就对于惊心乐道 这个本人来讲的话 当然我是这么认为了 我觉得他的所谓的历史知识 都可能来源于 某些好莱坞电影吧 关键我们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我要回答这两个问题 对于某一个具体犹太人来说 他有没有可能仇恨犹太人 仇恨犹太种族 太有可能了 完全有可能 这是一个个人的选择 对 言论 这个思想是自由的 对 你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 对不对 那么 还有就是 犹太有可能成为纳粹 嗯 那个我们也看到一本书 就是 那是美国人写 Hitlers Jewish Soldiers 嗯 纳粹士兵 他披露过 当时的德国犹太人啊 其实并没有 百分之百都被 都被相关 都被关押 都被扩害 有相当一部分 有犹太血统的人 就被西克兰成为 成为第三帝国的军民 对没错 这个很多电影都有表现出来 对 犹太人成为纳粹 犹太纳粹 所以犹太纳粹这个词啊 他不是一个怎么说呢 Oxinog 就是说 他不是 他自身不构成一种 语意上的这个自相矛盾 嗯 我们说风的圆 火的冰 黑的白 这是一种语意上的自相矛盾 嗯 这个概念 你说出来他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但是犹太纳粹 这个或者犹太反犹主义者 这个词好像是语意矛盾 其实不是 嗯 你往深的去发掘 这背后有很深的 有很深的历史和社会的背景 OK明白 非常好 就是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时间也差不多 所以我还想请问沈先生 就是刚才你坦述中的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 最终二战结束以后的话 实际上以色列是实现了复国 那他实现复国的话肯定是有原因的 比如说当时的这个国际社会形势 是 然后呢 可能也有就是 就是觉得大家会 国际社会觉得是欠以色列人很多 但是肯定是有一部分以色列人 他是 犹太人的话 他是想去复国的 就是 就是到底是哪一部分 这个犹太人去想去复国 他们最终是 到底怎么样 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要达成 什么样的 想去复国的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 嗯 他就他们的 他们的理论基础 他们是多大 就是他们整个是犹太人里面的是 很大一部分 还是很 很小一部分 他们是怎么会达成 很小一部分 这就是 我你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想说 就是想 重新来个老化重谈 什么是民族发明 嗯 民族发明 也其实说白了 就是共同体的塑造过程 嗯 那么 我们总说民族不是种族 对 这个问题我们这样解释之后 大家应该有更深的民族 民族 大家总说种族就是民族的东西 种族当然不是民族 种族和民族是相互独立的 对 咱们就说 咱们就姑且把犹太人这个种族 当成一个整体 咱们就局限于这个整体来观察 嗯 这个整体 从罗马帝国时代 到现在以色列建国 这个历史时期 我们 是不是 这个每个历史时期 咱们就以一年为一个采样点 或者以十年为一个采样点 咱每年采一次样 嗯 这个群体当中的所有的观点 所有的这个 意识形态 我们都把它分门别类 犹太复活主义 必然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很长一段历史上 就是说 都是犹太人 可是存的想法多了去了 对不对 对 什么样的想法人都有 而且就算是犹太复活主义 那它内部也有不同的主张 那我们进来独立 还有不同的主张 该怎么独 以什么样的形式独立出来 那都有不同的主张 对 它就是自由吗 就是演化场吗 演化场它就是丰富多样的 对 那么 民族发明 我们说了 犹太复活主义的观点 肯定不是现在采样 一开始就有 只不过呢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刚刚我们说了 每十年采一次压 它占不到百分比 这百分比肯定是在变的 但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这百分比肯定不会太高 那么经过澳洲人最终 就希特特说的 这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 它确实最终解决了 最终造成了以色列 造成了犹太人当中的 富国主义者占据的优势 对 其他主张的人 他们的主张行不通啊 我想好好做德国人 那德国人不把我当人 没错 对不对 对 所以纳粹是让客观上 客观上造成了以色列国的诞生 尽管这不是他的主观愿望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说 在这个种族当中 我们说种族就不是民族 这个种族当中 什么样观念的人都可以有 有的要发明民族 有的就主张我们继续做中国山西人 可是经过 对不对 可是经过一个特殊的 这历史演进过程 是这种主张的人 有可能被说服了 加入了近民族的行列 也可能被别的中国人杀了 中国山西人被中国北京人杀了 然后造成了 客观上造成了 主张成为近民族的山西人 在人手上占据了多优势 就像这个毛泽东 让这个四方面军去 去跟那个马洪奎的部位打 客观上造成了 毛泽东这一派的人 在共党内部占据的优势 对 就这么一个演变过程 所以很好 这个优势终于 这个主张终于可以实行了 非常好 那么 刚才我们都说了 那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演化 那犹太人当中有相当多的母语 根本都不是西伯来语 有的是讲伊利逊语 有的母语就是法语 英语 语言都不能互通 可是他们这个时候 还是都认同自己是以色列人 你还能说这个种族就是民族吗 这不就说明民族和种族 它是两个独立的辩量 对 民族它具有超种族性 是不是 民族是不是具有超种族性 美国这个 每一间发明出来 美国人他是不是各个族裔都有 对 你就说民族国家吧 难道英国人 他当中没有这个祖先是德义的这英国人吗 多了就多了 这德国人当中有反应 就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问题 咱们说的犹太人这个问题 犹太人能不能反应 犹太人能不能成为纳粹 咱们把这个问题扩展一下 黑人能不能反黑 黑人当中有没有厌恶黑人呢 白人当中有没有厌恶白人呢 说我们全都有罪 我们白人有冤罪 我厌恶白人有没有 这个斯拉夫人当中有没有反斯拉夫的 克罗地亚民族发明阿姨提过一个安特 斯塔尔切尼奇 其实还有一个人就是乌斯塔莎的领袖 叫安特巴贝尼奇 他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克罗地亚人讲的语言是斯拉夫语言 不假 但我们的祖先是哥特人 是古代日耳曼人的一只 我们这些哥特人呢 由于某些原因被迫接受了斯拉夫语言 好 这个是不是事实 我姑且不说 有可能是有可能不是 但是他这个话让我想起一个什么话呢 就是素特人 素特人被迫接受汉性 被迫接受汉字 被迫放弃他的素特语 改写汉字 这是事实 这是证实 这是证实当中都有记载的 对 而且就算历史没有记载 凭着合理的想象都可以想象 他就是古代波斯人 他怎么改改说汉语 还不就是某个特殊的时期 他被迫接受了 从那个时期开始 对 不同程度的人被迫接受了 就是按照不同的比例吧 先是一部分人被迫接受了汉字性汉字 接下来又是一部分人最终 对不对 就换句话说我们靖民族 我们靖民族这个发明是不是在道义上 至少是在这个合理性 至少是不输克罗地亚吧 好 那个今天非常感谢沈先生 因为由一条推文 然后我们可以衍生出这么多东西 然后其实还是蛮难得的 所以我们经常谈到就是 在未来有可能能看到的 在美国以及全世界的 不管是反华也好 还是反中也好的 实际上有可能就跟这个 这个德国纳粹在排游一样 那这个后者的话 就是造成了这个 这个以色列的建国 也许的话前者的话就会造成在诸夏各民族里面真正 形成自己这样的更好的共同体的一个过程 反正也是 要不然咱们下次再讲吧 不过我是希望大家真是有一种 就是把这个李永乐 包括他们那些人用的科学方法 咱们也用到这个政治历史的一个分析 对 这个民族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 它是个动态的概念 在时间上它是在演变的 对 民族的边界是变化的 对 那么它本身它又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那么你存在你这种想法 和存在别的想法的人 他们之间就要斗争 我要发明以色列 我就要主张以色列建国 那有的犹太人就说 嘿 老子就是想当德国人 现在不也张扬吗 但是我们这个 它这个东西它是动态国异的 所以 所以你要主张你这个想法 你就要为你这个想法去实践 去斗争 对 没错 你还要去主动 那么 发明民族 就是构建政治共同体 构建政治共同体 就要化界的 不是像隐生那样吧 地球上所有交费出来 都属于人类的动物圈 它们化到一个共同体里面 那它们是什么呀 支持交费者 画界 这个画界是动态的 对 就包括主动性的去塑造新的民族 这叫自我发明 用物理学的术语叫自组织 这是物理学吗 自组织 自组织它是物理学的术语 所以它可能协中学 它里面提的重要概念 好 它这个系统 它系统 它很多属性 它是自身涌现出来的 好 好 今天感谢沈先生的时间 然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那么很多东西没讲完 好 没关系不着急 我们下次 下下次 下一次 然后我们还可以继续把整个系统 对 咱们想说一下 什么叫科学的种族歧视 咱们把种族歧视来路去脉 给它分析一件 然后再说一下 你作为一个个人 当你被种族歧视的时候 你该怎么做 明白 好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好吧 下次再见 拜拜